其拉比的活影冷知识 1.由于小蛇的设计模型 与水门的金身螺旋丸抓取 双方在设计上会有冲突 所以当小蛇进入黄保护 水门在墙角使用金身螺旋丸 小蛇会直接进入倒地 2.在活影手里平映最远的忍者 其实是须左右的最后EA 一口火长达四个半身位 比大多数忍者的技能都要远 3.平映Y周最大的忍者 其实是自来眼的最后EA Y周会比别的忍者大半个身位 好好利用这个知识点 多尝试平A起手 4.当雷影开启雷凯之后 蓝条会慢慢接手 蓝条清零时雷凯结束 但是在蓝条归零之前 使用平A可以增加雷凯持续的时间 5.当你使用恶灵君马履 平A上天之后使用下架平A 君马履会跳一段街舞